记者萧亭方台北报道,双北市预计斥资1378亿元打造南, 北环撞捷运县,今年送行政院核定后,最快预计九年半就会完工通行。 不过,北市议员陈正中经与议会质询时指出, 捷运北环断双北征收奖励不同调,将影响捷运沿县民众参见意愿, 公期孔言道。对此,捷运局长张泽雄回应,由于新北市政府负责新北市捷运用的取得, 仅能持续沟通。按照北市捷运局规划,北环断共有12个车站, 会有捷运建南站,故宫博物馆站,市林官邸站,市林站,市林行政新站, 设政公园到新北市的徐贵中学到卢州,五谷,新庄,目前该案刚进入都市计划工展与都市审议程序, 预计明年将能通过中央核定,计划通过中央核定后, 在经两年系部设计规划后,六年半即可完工通车, 陈正中指出,双北对于捷运沿线开发的征收补偿不同调, 北市境内联合开发的容积奖励最高有市价的两倍, 新北市以往最高水有市价2.5倍, 县则剩下1.7倍。 陈正中也调阅资料统计, 北市境内被环断征收土地粗估有3135平方公尺, 新北市面积则是北市两倍,粗估有6282平方公尺, 双北奖励不同调, 恐影响新北民众参与开发意愿, 将造成施工障碍, 恐影响完工基成。 陈正中更具体指出, 目前北环断土地取得正义多集中在新北市无辜工业区, 当地抗争已持续三年多, 直指双北开发问题卡新北。 张泽雄说,确实不太合理, 也曾建议新北能比造北市, 新北市政府有讨论我们方案比较适合, 但是要持续进行双北沟通。